被老师霸凌 邪恶的人最怕的是什么 怎么去约束这些烂人 never fuck with crazy 这样也太没眼力见了 你以后的小孩 你希望他是 如果你一定要选一个的话 他是霸凌别人还是被霸凌 他肯定是霸凌别人 该怎么玩笑 真的假的 对啊 我是说硬要选的话 我那连过想都没有想 这两边都很糟啊 因为被霸凌 他可能会有一些创伤 骂凌别人会报应 相比之下 我还是希望他不是那个 太弱的被欺负的那个 我觉得明眼人的小孩 都不会挑你的小孩去欺负 这样也太没眼力见了 你干嘛招惹一个疯子的小孩 邪恶的人最怕的是什么 是疯子 you know 所以 因为我发过疯 所以我明白 就是说当你发完一次疯 大家就会知道说 哦这个人不好惹 那我们也不会惹他 then it's great 但有些情况 比如说 这个人是你的研究生导师 他现在的博士导师 他最后不会给你发毕业证 就他是能够压制住你的 他身上有个东西 他能卡你 这个在我们这里很常见 或者说你需要一个升职 你缺他那一票 你没办法 就是他是拿捏了你 其实也可以有办法的 但是我不能在这里说出来 我就发现说 现在这个世界上是存在 有一些存在恶意的 比如说 XX的故事 有一个女孩 老是发疯 正好打的就是她 就是被老师霸凌 有时候他从她的 告诉她 告诉她 同辈之间 你还有个抗争 或者你找搬救病 严重的是 比如说你的老板 一个地位比你高的人 然后你又 仰赖 或者是依赖 她的某种权利 在这个里面 挣扎的状态下 比如说在职场上 你又不能发生 你可能发生之后 你又 又有某个 职场霸凌 Holy shit 耶 就 怎么去约束这些烂人 我跟你讲了 我有遇过 但我那不算霸凌 因为我都搞定 说来听听 我都搞定了 就是 因为我把那个人的 微信给直接删掉了 OK 然后我也跟 然后我也跟我的 那个所谓的老婆 所以她到底霸到 你的灵没有 她没搞到我 因为我打了个电话 她就疯狂骂回去了 那 你这个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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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 我就是 就怎么 我们要出一个视频 就是 如果你想霸凌别人 怎么样挑选一个合适的人 而不是不好心霸到一个疯子 没有 我当时我就气到爆炸 我 我 是他 对 那些人全部都被我搞定 所以我也不知道该是讲什么 发疯就对了 你直接原地爆炸 然后三头 我当时真的是原地爆炸 我身边都是人 我就不管 我整个就是破口大骂 骂完之后 我说我要删到你听到了吗 好 那就这样了 再见 你霸凌别人 你这个人 你为人处事 你这么 你这么去搞人家 老天 有很多东西能量 会反到你身上 你会倒霉的 制度不见得 他会真正惩戒到一些人 但是我认为 一个人的所作所为 他那个因跟果 都是不会少的 对不起啊 那如果你现在 你的孩子 是那个文东恩呢 就是你的孩子 但是你看文东恩的点 是在说 他有个疯子妈妈呀 他一定是很多 温因果造成他 他有你这么个妈 他文东恩个鬼啦 他整个就变成另外 不用担心了好啦 他变成霸凌小团体二号人 但我发现我妈 我说时候 当时我妈叫我 做的一些事情 我觉得根本没有帮助 就是反霸凌 就是说你不要去理他们 他们这些坏小孩 想说你不要理人家霸凌 你霸得更狠 真 就像在学校 朋友不理他那种 一方面我会觉得 你不要管他们 但我觉得你如果 太难受的话 你直接走到他们面前 就你们就 我跟你讲 你对于这些人 我建议你也就是 能干就干 你直接哭他一巴掌 他就不敢了 这是校园暴力 也是一个 很值得 好啦开玩笑啦 就 never fuck with crazy 后面视频要写啊 以上内容纯属虚构